真正厉害的高手其实是倒数合一的 我以前讲一些艺术家的故事 其实不是太喜欢讲他们的数 就是过多去关注他们的技巧 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们的人格魅力 也就是更多去讲他们的道上面 但是我最近读了庄子以后 再回过头去看这些艺术家 我觉得我感受又不一样 我觉得真正厉害的艺术家 其实是倒数合一的 庄子养生主里面讲过一个 非常有名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叫袍丁解牛 那个厨师宰牛多厉害你知道吗 就像那艺术家的创作一样 你看他这么写 手接触的地方 肩膀倚靠的地方 脚踩的地方 膝盖顶的地方 哗哗作响 刀插进去霍霍有声 那个音律就像桑林舞乐的拍子 又合乎精熟乐曲的节奏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就有个画面 就是一个厨师一边宰牛 一边跳舞 那种感觉你知道 就特别的放松美 然后国君也很不明白 国君就问那个厨师说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厉害的 厨师就跟他讲 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 眼里看到的是这只完整牛 三年以后就已经不是了 现在我完全凭心神去接触牛 而不用我的眼睛去看 我的感官虽然已经停止了 但是我的心神在活动 我依照牛天然的生理结构 把刀砍入牛体筋骨相接的缝隙 然后顺着它本来的构造劈开 我的刀连它的骨头都没有碰到 在我们这行啊 技术好的厨师每年换把刀 因为要拿刀来割断牛的筋骨 技术一般的呢 就每个月换一把 因为它老砍牛的骨头 而我这把刀用了19年 所宰的牛也有几千头了 但是刀刃锋利的 就像是刚在磨刀石上磨好的一样 所以你看当我们还是新手的时候 就像是那个技术菜鸟 砖砍牛骨头一样 就老跟这个世界硬碰硬 没有多久就累死些菜了 而技术越高明的人呢 越能知道如何能顺天力而行 他们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然后用什么姿势什么道具 能够做到毫不费力 但是这个东西是他天生就会的吗 我觉得肯定不是 这一定也是一万小时定律 就是刻意练习出来的 就像你想啊 如果你今天让一个得道高僧去宰牛 他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做到 像这个刀钉的这个老厨师一样 就技术如此之限术的 所以术当然很重要 我前段时间看王羲之 以前我讲王羲之的书法 讲兰廷集叙 我都会说到说 你看他的字多么的灵动 多么有生命力 更多是道上的东西 但是王羲之之所以今天能成为书胜 如果他没有疯了一样的练习书法 把自己家门前的池塘都洗成了墨池 晚年还拖着奄奄病体 渡长江游泯山 到处去看前人书法的悲帖 几十年如一日的练习 他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但话说回来 即便只修炼到这样的术 书法史上的王羲之也绝对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地位 那么游树集到 他们又做对了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庄子的这个袍丁解牛的故事里 当遇到最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袍丁是怎么做的呢 他说 遇到很难下刀的地方 我就心神专注 集中到一个点 然后把动作慢下来 我们记得他之前说那句很重要啊 以神域而不以目视 就不用眼睛看 用心念 然后下手非常轻 只要一动刀哗啦一声 牛的肉和骨头就分开了 就像泥土一样散落在地上 我们还记得以前武侠片里演的那种高手过招 还有日本公道那些大师射箭 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 就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他们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的功夫 达到了天人合一的道 那道和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啊 就是道好像就是那个一 它始终在那里 而且万法归一 然后为了到达那个道 那个一 千百年来大家都在造梯子 要爬上去 我们说以X入道 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可能到达那个道 不只是修行者可以 其实你看写书法的也可以 然后宰牛的厨师也可以 刨丁解牛已然成道了呀 其实包括我在内 我们大部分的人要到达那个道 通常的做法就是爬梯子 也就是说在树上的层面去进行修炼 你看刨丁解牛也得好多好多年 然后王羲之也得博彩众家之长 但是我们爬呀爬呀爬到顶峰 就是到了吗 不是的 梯子爬到顶峰 最关键的那一步 是撤掉梯子 也就是忘掉那个树 这一步最难 但是这一步也最妙 这一步是一个艺术作品 不流于降气的关键 你看王羲之写蓝亭集序 为什么蓝亭集序能成为天下行书第一 就是因为他是王羲之这个已经在书法的树上 炉火纯青的人 他喝醉了以后写出来 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 就是王羲之酒醒了以后 再怎么写都写不出原贴的那种感觉了 正是因为他在一个完全用上了自己的技巧 但是又绝对不拘泥于技巧 完全是心流的状态下 才有了这个倒数合一的神作 所以真正厉害的高手 是内在的心法和外在的技法共修的 缺一不可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解读艺术吧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解读艺术啊 那么我们都听到就是了 很久的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解论 对不可能成为了 我们也听到这个解读艺术家的 在这种解读艺术家的 这种解读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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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解读艺术家的 装银子的解读艺术家的